今天上午就是有到 立院去備詢 那其實面對機組員3加11的決策提議 之前部長也都說會負責 那今天上午 面對媒體詢問的時候 後來是回應說 3加11跟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 請問這樣算是改口謝責嗎 今天早上講 我們在3加11的報告裡面 或者跟大家說明過 那他跟後續5月多發生的疫情 我們現在大家都講說是不是基因定序 是相同的或相同的病毒 他就是一定是一體的 他可以是一個群聚 但他在現在看起來是多 多條的一個平行的一個發生的一個案例 那3加11 我們在講他原來我們做的是3加11的基礎版 那為了一些獨立的事件 那跟那時候的春節的專案 做我們加研 那加研並不是說永遠就這樣研下去 是要這樣爭取一個時間 來檢視我們相關的一些外站的管理 那還有在回來的時候 這些相關的檢驗的情況 那希望能夠達到外站能夠零接觸 那回來的時候能夠那個檢驗能夠做完整 那所以後來到 從7加 從7加7 然後過來到3月12號那時候 本來那個時候就要把它回來 就一切的措施都已經完整了 檢驗也了 大概有了6000多例吧 那都是陰性 那外站的管理的報告也都檢視過 但那時候我們還覺得剛剛開始實施 那相關的法規雖然那時候已經完備 但我們覺得應該要再繼續觀察 所以再等了寬了一個月 那並沒有發生什麼樣的特別的情況 那所以就用3加11再回來原來 但也為了就是說讓他能夠更安全 所以我們才要求說還是要有一次的檢測 的陰性 然後這個3加11這個辭施了之後 然後加上大家想把他諾夫特連在一起 那整個這樣的一個事件 基礎人員染疫14例 家屬12例 然後諾夫特有7例的員工 3例的家屬 然後我們在檢驗了1790人 他的接觸者 等等的都沒有另外的陽性的個案 那在疫調上面也沒有跟後來的相關的 這些的傳播有連結 那後來的傳播裡面在做疫調也看不到他跟前面 這個所謂3加11或諾夫特這樣的事情有連結 所以這兩個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幾個獨立的事件 那死亡人我們當然非常的傷心也非常的遺憾 但要硬把他跟前面這樣連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要有證據 但是我們還希望就未來的疫情不要再擴大 那死亡也盡量能夠避免